够了!两个老千本是同龄鸟,大难龄头翻转诸度,张健的右白虎赖采云竟然澄清说他与左青龙料顺喜不熟悉哦!估计张健也傻眼了。 说起来大老千张健虽然骗尽天下人,但是对自己一手栽培的左青龙右白虎还是非常照顾的,不但让他们捞得很满不满,还同时花钱给两人同时当了拿都司礼。 现在师父张健被打回宋密秋原行,这一生恐怕都得在祖国监狱里度过,而廖顺喜现在也贪上大事了,罪状一条接一条,越来越大祸。 眼看势头不对,当年情同姐弟的感情说反就反,不认就不认了。够够立卡。 赖采云,独自创建满星云。廖顺喜不是我伙伴。2017年11月4日。 吉隆坡4日训,满星云集团创始人兼行政总裁拿都司礼赖。 财云今日澄清,他与因殴打三名志愿警卫局成员而被控伤人罪的拿都司礼赖顺喜,并非合作伙伴关系。 他通过其代表律师陈思人郑重澄清,他是满星云集团及属下。公司的唯一创始人,从头到尾独立创建满星云,并获得忠诚同仁的配合下努力经营其业务。 他也说,他从来未与廖顺喜合作做任何生意,也从来未曾是张建的所谓得力助手或其老二。 他在文告中怒斥媒体,以据了解莫名其妙的拔料顺喜及其满星云与他本人挂钩,即使引起坊间诸多猜疑,甚至对他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。 是传媒不负责任。 赖采云坦称,该篇题为《与赖采云经营满星云》的新闻报道。 聊两段完全不符事实的传闻,包括在老大张建到台后,二名得力助手老二,即赖采云与廖顺喜曾合作经营满星云,以及据了解,赖采云与廖顺喜曾是赖采云。 是张建的左右手,后者倒台后廖顺喜曾协助赖采云经营满星云集团。 记者在没有向他本人或满星云高层负责人求证下,单评所。 为的据了解,就主观的报道上述完全不符事实的传闻,是不够专业,甚至是不负责任的行为。 廖顺喜于上个月27日,到安邦甘榜客卤酒黄炎南天宫时,因其修旅车胡乱停泊,阻碍当地交通,多次被在场维持交通。 秩序的志愿警卫局团员劝请移车步随后竟还动手,打伤三名志愿警卫局团员。 张健左右手论牵强赴会。 赖采云反驳媒体报道指他是张健的左右手,并指这是以讹传讹的空穴来封之言。 他强调,他只是云术茂数以忘记的其中之一个会员,左右手之论实在太牵强赴会。 他说,有有甚者,是想完全不服事实的新闻处理方式,竟然,把该西门和拿督斯里达警卫请募新闻并肩排列,从而加强了读者对赖采云及满星云集团的误解。 他已经指示陈思源律师发出律师信向有关报馆进行交涉。 他指出,欢迎媒体在报道有关满星云的新门前,向他本人获满星云集团求证,他们将尽量给予配合,但是对于那些继续。 以据了解极无中生有的不负责任方式,刻意伤害赖采云或满星云集团商与者,将会全面追究法律责任,严惩不待。 马上转发。